2023王公与火节 今年迈入第19年 彰化县长王惠美14日 在王公扶海宫直角寝室妈祖 则定于国历7月15、16两天举行活动 王惠美县长邀请全国乡亲来彰化 欣赏方苑及王公之美 这次妈祖特别提 我们七月十五、十六、七两天来举办 王公与火节 除了我们有祈福的嘉年华 因为我们王京地区的 我们的福海宫和海空步道 旁边的普天宫 可以说是我们的地方很重要的宗教信用 大家可以来这里祈福 同时孩子的游戏设施都有串好 我们有两天两天晚会的音乐会 都会请到非常多有名的影歌星 来跟大家同乐 那我们在旗子里面也会沽班千人考科 还有我们一种农产品的行销 顶顶顶顶 那另外管政府今年呢 也要给大家几月一日、二日、三日有 就希望给我们地方的亲旅行 给它展现出来 让我们来的乡亲可以一减二国 来这里除了看表演来这里 吃头来这里吃好吃的鸡柜 好吃的珍珠鹅 那可以再来周遭 再来走一走看一看 彰化王公与火节活动 闻名全国 是暑假期间中台湾的热门活动 今年以祈福嘉年华、海洋音乐会、绚丽烟火秀、地方美食饷宴等为主轴 欢迎全国民众7月15、16日来彰化拜妈祖 听好歌、看烟火、吃美食 公益频道林义俊方苑采访报道